嗨,大家好,我是劉奶爸 我們訪問過很多行業的人 今天我們要訪問的這位是非常神秘的一個行業 就是真心業 本集內容 為什麼會從事真心業 印象最深刻的是 真心社的收費方式 真心社規模大小的優缺點 通姦除罪化之後怎麼抓姦 調查收證可以自己做嗎 如何判斷另一半是否出軌 抓到出軌同性的對象可以求償嗎 找真心不用花錢的方法 詐領保險金和宗教詐騙也抓嗎 公司為什麼叫一蘋果 我們請來的是張先生 你好 好,那張先生在真心業已經有 聽說有30年的時間了 30年 OK,我們先請教一下 為什麼你會想要做真心業這個行業呢 剛初也是朋友開真心社 那我的時間比較 控暇時間比較多 所以說他請我去幫忙 那我就去幫忙做了一個月 這行業還蠻有趣 可是這個行業不受到家人這個接受 家人常常說 別人好好的你去破壞人家的 這個婚姻感情幹什麼 當初也是這麼覺得說 好像是這樣子 可是久了就覺得不一樣 你幫別人的事情處理完 他的人 他的人生 他的家庭 又不一樣的時候 你就覺得 這也是一種蠻有樂趣的行業 所以對這個真心這個行業 就有不一樣的看法 所以就一直做做做做到現在 所以中間都沒有換過其他行業 沒有換過其他行業 那您之前 真心業之前是做什麼樣的工作呢 我以前是職業軍人 職業軍人後來退休下來 退伍下來 做了一段時間的服務業 朋友說 你開店是晚上嘛 那白天沒事 就去他那邊幫忙 就這樣開始了 所以你之前的 當軍人那段時間 對你現在的真心業工作有幫助嗎 我覺得應該有吧 因為職業軍人很多的 就是訓練你獨立判斷 遇到問題的時候 會有比較 想要去突破的這種精神 會有 那請問你有沒有在 真心業的過程當中 發生一些你印象比較深刻的事情 從業30年 我很多案件我覺得都很有趣 我不知道你講的是哪一方面 有的很有趣的是 一次就賺了蠻多的錢 有的是你幫別人解決問題 他抱著你痛哭的那種感覺 也是有的 這也是蠻深刻的 或者是你破了一件案子 還未免除害 未免除害 可能警察還有收到槍啊 毒啊這些 然後又替當事人解決的問題 我覺得這一舉數得也蠻好的 也蠻深刻的 大部分都是 外遇案比較多 因為很多當事人 他來找你的時候 都是很無助 或是很徬徨 或是精神狀況很差 可是你把他的事情 認真的 不欺騙他的 把它處理完了 改變他 好像也對自己也是一種 還有成就感 心靈的喜敵 我覺得很棒的事情 因為以前我們都不是很乖的小孩 所以說 比較沒有那種 幫助人讓人家快樂的感覺 可是做了珍惜一夜以後 很多的委託人都變成 辦完案件以後都變成好朋友 過年過節還會送東西到家裡 那種感覺蠻有成就感的 好 那有一個問題 就是 真信社的費用上的問題 感覺好像很不透明 想要請您分享一下 那 會不會有什麼狀況 是消費者他在找真信社的時候 感覺好像被敲詐 那應該怎麼去做判斷 收費的問題 坦白說啦 一般真信社都是看人收費 就是說 感受你的穿著 你的經濟環境 他開的價錢 會不一樣 那當然也有這件事會依據 案情的難易度 那有不同的價錢 可是一個案件 你可以多問幾家 多問幾張公司 他會有不同的報價 那不同的報價 你抓一個中間值 我絕對認證都是合理價位 行情價 那我這樣問好了 如果有消費者 直接打電話到你這邊來 那你都會怎麼去報價 我會了解案情 他的案情大概是什麼狀況 那我聽完我大概就知道說 我要花多少人力多少成本 多少時間 要怎麼辦 所以這心裡就大概有個譜 我就會大概跟他講說 要多少錢 大概是這樣子 那現在一般 早期還有同金罪的時候 案件差不多是從 有人報價 從5萬到20萬 這樣子價錢 都有人報 30萬、40萬、50萬 都有可能 所以說你要多去訪價 我不管你訪到什麼樣的價 付費方式是最重要 才是最重要 怎麼付 你幫我做到什麼程度 我付你多少錢 你要有這樣的 跟他的協定 這樣才會不吃虧 那我們公司的做法是 先辦後付不成免費 這個也是我們公司的創舉 不成免費喔 先辦後付不成免費 那現在很多公司都學我們 他們是先辦後付 他不敢寫不成免費 先辦我先幫你辦 可是後面你還是要付我費喔 你說沒有成還是要付費就對了 對 他也不是說付成 他就是到了一個階段 他要叫你先付一部分費用 那我們公司是 完全就是 從委任到結案 都不用付費 抓成了你才付費 這樣子 結案了 成功了才付費 那您說 您以前有在大公司待過 後來自己出來創業 那你覺得說自己出來創業 這個規模就比較小 那對消費者有什麼好處嗎 大公司它的開銷大 房租 人力 人員的成本 廣告 你看外面很多的車體廣告啊 踢把廣告啊 站牌廣告 車身廣告 網路廣告 這都是羊毛會出在羊身上 那我們小公司雖然是小 可是我們都是一些 律師事務所啊 會議事事務所 或是我們辦過的案件 介紹來的 雖然營業額不高 可是就是因為營業額不高 所以我們做的方法 比較精緻 不會隨便做 也不敢隨便做 因為公司是 我們幾個一起創業的人 努力打拼出來的 你不好好做 這個品牌湊掉了 那就不好 那大公司不一樣啊 大公司它沒有關係 它的人員都是 常常都是流動 今天做不好 被開除就換一個新的人來 公司跟它沒有這種 期待關係 所以它也不會覺得 出了事 有什麼不好 差別在這邊 那我記得在五月底的時候 好像有通姦除罪化 這個條例嘛 對不對 已經被除罪化了 那這個 對消費者來講 有什麼樣的差別 還有對曾營社來講 有什麼樣的不同嗎 通姦除罪化 可是 在婚姻的保障上面 還有這個侵害配偶權 以前是有刑事的責任 現在沒刑責 只有民事 所以說 刑事沒有了 民事你抓到 因為一般人抓到他 可能是想要離婚 想要財產的分配 小孩的監護權 你還是需要這個 親害配偶權這個成立 你才能夠 在其他的這個 層面上 這個案件上面 你才能打贏官司 所以要先盡力在 您的配偶 或是那個 有親害配偶權的這種情況 你打這些官司 你才會打贏 猜猜才真的到 小孩的 扶養權上 也比較有利 親害配偶權 他的收證時間 比抓姦要長很多 因為他的收集的證據 要比較完備 上了法庭 法官才知道說 你不能抓姦了 所以你要有這些東西 讓法官相信 他是有親害配偶權 那種行為 而且會成立 對你後面的訴訟 或後面的這些要求 才會比較能夠 達得到你的目的地 所以等於說 現在不需要抓姦嗎 也是可以抓 只是說抓的話 警察不會會同 你所有都是要自立救濟 以前抓姦 可能警察會同 到旅社 旅社會幫你開房門 會幫你配合 那現在警察 完全不會跟你去抓姦 你所有的這些東西 都要自立救濟去收證 那自己做不到 大部分都是 還是來找我們 對 剛剛講到這個 調查這個部分 那 這個調查這件事 一定要 要有你們這些事來做嗎 那我們一般個人 他可以自己做嗎 當然可以啊 我們公司有一個專線 就是說 當你有這種需求 可是你又軟囊羞涉 口袋裡 沒有什麼多餘的 錢來請人幫你辦這個事情的時候 你可以打來 我們會教你怎麼做 如果說你自己能力可以做 或是有這個時間的話 我們可以教你 怎麼做 怎麼做 到了什麼階段 需要什麼東西 用什麼方式我們都可以教你 那講到這個 搜證調查這些事情 是不是要買一些專業的設備 我覺得不大需要什麼專業設備 現在來講 錄音有手機吧 手機上面有照相機錄影機 什麼都有 有一台手機就夠了 頂多再買一台汽車最終器 我覺得這個是很好用的設備 對加一台這樣幾乎就可以了解很多事情了 那其他就是要怎麼去拍 怎麼收證 怎麼抓時間 這個這個 就是我們可以 僅有電話在這方面 就可以給你下指導器 讓你自己去調查 可以省很多錢 那我問個題目的話 你買有沒有在賣追蹤器 我們直接跟你買就好了 我們也有在賣 一般市面上賣的追蹤器 它是一般的功能 那我們的追蹤器是比較專業的 可以讓你很清楚了解它 去的地方路徑時間 經由判斷你就知道 他到底在搞什麼飛機 那關於去收集一些別人的隱私 那我們會不會出法 公尊重器出法 如果車子是你的不出法 如果是你的名字的不出法 如果是你老公當然出法 可是調查本來就是在 你要有一個合理的原因 去做這樣的動作 在法律上或許不違法 或許要看你是怎麼做 因為我老公有外遇 我要收集證據 所以在判例上面很多 這是判無罪的 自己裝自己家裡的人 車子 如果是自己名字的話 無罪 那如果是老公的名下的話 要有原因 法官有的會判有個罪 有的會判無罪 所以這個美改 其實也是要你們這件事 協助比較好啦 對對對 因為有的人覺得他省錢 他自己做 可是有可能會出外法律 那我們來講就是比較專業 我們知道怎麼做 比較不會被發現 也比較早 讓你了解事情的真相 差別在這邊 自己也都是可以做 可是就有這些法律的問題 或是說你不知道怎麼做 放會比較好 容易被發現 差別在這裡 那我們再問一個很敏感的問題 就是你要怎麼去判斷 另一半是不是有出軌的狀況 這個問題 像我的當事人很多會跟我講說 欸 張先生 我懷疑我老公 我說你懷疑就有 百分之百 因為夫妻兩個人相處 相處在一起 這種感覺是每天的嘛 他有什麼不一樣 你感受到了 基本上就是有問題 我覺得現在最明顯的就是 聯繫工具就是手機 他如果手機每天拿著 不放下來 上個廁所也帶著走 有問題 哇 糟糕 手機設密碼 有問題 然後這個 常常接電話 跑去別的地方接啊 躲著你啊 傳什麼東西不給你看 都會有問題 其實手機裡面藏著很多秘密 我覺得手機 你就可以看出這個人有沒有 有沒有狀況 其他的東西當然很多很多 可是我覺得那些就是 生活上 你就可以感受得到 感覺有問題 百分之百有問題 感覺有問題 百分之百有問題 因為來找我的 每個人說他感覺好像有問題 我說那就是有問題 查下去沒有一個沒問題啊 真的喔 根據你的經驗是這樣子 沒錯 是啊 OK 百分之百 有沒有發現自己的另一半 在通姦的時候 抓到對象 居然是同性 這現在 蠻多的 真的嗎 真的 現在蠻多的 很多我們調查之後 他親密的對象 就是他的好朋友 可能是老婆的 閨蜜 不然就是 抓姦的時候 男生 調查出來的結果 原來他的對象是男生 這在我們調查的經驗 過以往的案件裡面 都有這樣子 可是這樣子會不會 就沒有辦法 賠償 賠償還是可以賠償 只是說在法律上 沒有辦法告他通姦罪 因為通姦罪是要性器的結合 而且要是 法律規定是異性 那他同姓的話 沒有通姦的這個刑事責任 可是民事 你還是可以跟他求償 其他也配偶權嗎 像現在的 還是可以求償 那有的人不希望 人家知道他這樣的事情 他還是會賠償的 所以這個還是有 有可能會可以求償就對了 我們 幫調查人做這麼多案件 像我們公司來講 我 大部分 讓我的當事人都花不到錢 因為我會協助他求償 因為他有民事賠償的部分 他花了這些錢 我們最後還會替他協調求償的部分 幫他怎麼打官司 幫他怎麼跟對方協調賠償 那他這個錢足以支付我們的調查費 他不需要放到錢 這個蠻重要的 那除了外遇事件之外 你們還會處理什麼樣其他案件嗎 現在來講比較多的就是工商調查 工商調查 保險公司的這個炸帶的這些 炸鈴 炸鈴保險金 這個比如說斷一條腿 騙眼睛失明 不能走路 騙保險公司的叫收證 另外就是一些宗教的詐騙 宗教詐騙好像蠻多的 很多 那我們辦過的案子也有五六件 那都是 其實我對宗教來說 我是無神論子的原因 就是我看太多這個 我覺得都是騙人 都是騙人 所以我不信任什麼鬼啊 神 有沒有什麼比較具體的 觀眾問 就是詐騙 宗教詐騙 其實宗教詐騙 我也沒有辦法講 因為這是客戶的也是 沒有辦法講太清楚 太清楚 這個真的不能講 好 那我想請問一下 你們公司的名稱叫一蘋果 這個跟一週刊還是 蘋果日報有什麼關係嗎 說起來還是有點關係 雖然說 不是他們的出的錢或是 那我們公司的調查員 全部都是從一週刊蘋果日報 延覽過來的 因為一週刊跟蘋果日報 在台灣這種數位的時代 就已經慢慢沒落 那我有很多好朋友 在裡面工作嘛 那他就說 大哥 我們現在失業了 有沒有工作可以做 我說 你們的專業都是 調查案件 那我們來做個征信社 再開店征信社 所以說 一蘋果的名稱就是 一週刊跟蘋果日報的調查人員 組合的一間公司 原來是這樣子 對 所以我們公司的調查人員的 能力都很強 都是身心百戰 都可以拍到最好的畫面 MING PAO